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握这个度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 那么本期80后脱口秀主持人王子健 要跟观众们一起来说说看度这个话题 一起来看一下吧 赖宝就深度失眠 两个眼圈黑的就像骷髅一样 然后但是就是睡不着觉 天天这样 最后在我们的劝说下 他终于同意到医院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解决一下抑郁症的问题 然后医生到那说呢 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先解决睡觉的问题 只要你能按时睡觉 你的精神会自然地好转 这样我给你拿一个土办法 然后给他拿了一摞高考的试卷 实在睡不着做卷子 很容易困的 赖宝拿了这些卷子回家 自己跑到书房 先做了一篇语文 你接着做了一篇数学 做完之后抑郁症开始发作 在屋里到处走 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 老婆看你了 代表你干嘛呢 你做了两份卷子怎么还不睡 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呢 能睡得着吗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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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你什么事怎么办 明天就考英语了 怎么办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要用好的东西 可是又舍不得花那么多钱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就一定要关注本期的爱你爱美丽 因为主持人请到了凯文老师 来教大家如何出国淘宝 用最便宜的价钱 买到最好又最硬的东西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是你自己的秘诀 其实秘诀很简单 就是亲切的笑容 然后多多称赞人家 称赞谁啊 就是称赞销 其实我每次一进这些 Outlet的店里面 我首先会抓住一个 看起来有点年纪一点点的销 因为他们通常 他有自立一点 然后他会在这个店里面 传线会高一点 那男生的话呢 我就会 一般我不会称赞人家帅 我一般会说 你的西装很Q啊之类的 西装很Q 真的很有用 或者是他有一个小视频很Q 所以马上大叔对你就另眼相看 对啊 他们马上就会给我微笑 然后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我会从头发到尾 然后 这些活不信应该 Sales对你做的吗 怎么会你或是 在那里是版的吗 就没有办法 因为在Outlet啊 就是你为了要得到更special的服务的时候 你就有 本期的环球墙先看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大家再见